美国民主党人当地时间星期一 开始了全国代表大会 为确认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奠定舞台 不过大会一开始就因为电邮泄密 而陷入了争议 泄流的电邮中显示 民主党领袖嘲弄克林顿的挑战者 也就是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 试图以这种方式为希拉里吻获提名来铺路 美国民主党人星期一 开始了全国代表大会 不过大会一开始就因为电邮泄密事件 而陷入争议 泄流的电邮显示 民主党领袖嘲弄希拉里的挑战者 也就是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 试图以这种方式为希拉里获得提名铺路 桑德斯的支持者也频频搅局 一听到希拉里的名字就发出嘘声 民主党本想借这场大会展现团结 结果却乱成一团糟 不论如何桑德斯还是呼吁他的支持者 在大选中将选票投给他的初选对手希拉里 以防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入主白宫 We need leadership which brings our people together and makes us stronger not leadership which insults Latinos and Mexicans insults Muslims and women, African Americans and veterans 而作为大会的重磅嘉宾之一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也表态信任好友希拉里能够上任总统 他说这次的选举中有许多仇恨语言 但他相信这不是美国 而在民主党大会外则有桑德斯的支持者游行抗议 当地警方指出当天有至少十场游行示威活动 费城会场的混乱场面对民主党来说无疑是个挫折 星期一的两项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几天内 支持率超过了希拉里 NV7综合报道 NV7综合报道